作曲 刀子 開始製作之前,予自己自己設備工具 先用做小笈子,打 neces 還有蝴蝶文件夾 我們提供了保養膏,膠水,汽邊處理劑 三種化學物料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兩支手縫針 手縫線 還有兩塊杯布 還有棉花棒 首先我們會做卡位的部分 我們取出一條大概30-40cm的線 用我們在另一條片段裏弄的縫線方法去穿針 但只需要穿一支針 我們會用虛線的方法去縫上卡位 大家只要把它繞對撞 記得最好在皮底穿過去 因為我們會在皮底背後用打火機 消融 定位 然後我們用一上一下的虛線方法 縫到最後一個洞 去到最後一個洞 我們就剪斷線尾 然後在後面用火機消融壓平 這樣就做好了第一格的卡位 然後在右手邊的卡位 其實方法也是一樣 我們會從最底的那格開始做起 跟之前的方法也是一樣的 當完成三層卡位的效果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就拿出我們的皮鴿膠水 現在我們就拿出我們的皮鴿膠水 這隻鴿膠水的特性就是 兩個皮要黏著的部分都要分別塗膠水 讓它完全乾透之後再黏起來 黏力是最大的 所以你們記得不是只塗一邊就可以 而是要塗兩邊的 還有要等它乾了的時候才好黏起來 現在我們就會把皮鴿膠水 要黏的位置都塗完膠水 記得不要塗得太陰 大概5mm就夠了 然後卡位那邊 都是在有打孔的步伐 塗上皮鴿膠水 等膠水差不多乾的時候 我們就要焦對焦的方法 將它們兩邊的皮黏合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出我們的文件夾 將我們黏合的部分就夾緊 記得它們夾得太入 只是夾5mm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處理這個上位部分 在上框的邊緣 我們會有一些縫線位 就是用來縫上膠片和皮夾 那我們的縫線方法 就會是用我們之前 教手縫皮夾的視頻裡面的方法 就是用原諒之針 一條線去縫 只要根據那個方法去縫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在用火機燒線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因為膠片也是會用的 所以千萬不要太大火或太近 上框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像右手邊做卡位一樣 塗上皮夾膠水 然後把水煙倒進去 在用火器燒水 我們就可以了解 一起去鍋子 跟海鷹 一起去鍋子 然後一起去鍋子 一條線 一條線 完成後就可以處理內部的兩條線 在逢扇前,我們要先用假磨方法把兩條內邊假磨 很快完成了兩邊的假磨部分 我們現在開始逢扇 記得逢扇是拿至少四分以上的線段 所以就跟對我們之前的方法 拿到適用的線段和穿上兩支針 就開始逢扇了 記得逢扇會有上逢扇 最後針前,我們要停一停 不要收針 我們拿出中間的皮額 我們就在要黏合的兩邊的位置 塗膠水後就黏合 記得黏合的部分要在外面留一個小孔 為什麼要先黏合呢? 因為我們在這個皮夾下面 我們搶的皮夾有一個小孔 是用來拉著兩層皮的 所以我們要穿過這個小孔 一起去最後一針 所以我們需要先黏合兩塊皮 然後再穿過去 收針方法和之前一樣 都是回針後再燒掉就可以了 然後左手邊那邊都一樣 我們由頂開始縫線縫下去 兩邊都做好的效果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會先縫上面的兩條線 我們都會從內到外縫的 好 縫左邊就要縫右邊 然後右邊就從外面的孔開始縫起 兩邊都縫好之後 就可以將上面的兩條線都打磨 然後我們就將它外縫的皮夾 就跟裡面的內縫邊做混合 記得不要搞錯方向和平 我們就只需要將大約的邊緣位置 在上面的膠水和整條線都填溫膠水 讓它乾淨後就可以黏 就可以將它們完全黏合 然後我們就將已經做好內部部分 做黏合 我們要塗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就是在兩邊 各自有一個L形狀 記得用我們剛剛的做好內部部分的檔位 或者是打空部分 你塗膠水也可以 最重要兩邊都塗膠水 塗得是充分的 將它們兩邊都塗膠水 之後就黏合 黏合的時候 記得要對準一些洞 邊要對齊一點 這樣才會做出來才會漂亮 之後就記得用紋片夾 將黏合部分夾在一起 因為它們已經變得立體了 那你一定要用紋片夾 再加力量給它 才可以切得夠實 然後另一邊都是同樣做法 一樣將它塗膠水黏實 用紋片夾實 當它已經乾透了 實穿了 我們就可以把紋片夾進去 開始做縫線工作 我們會從正面 左下角這個洞開始縫起 因為中間我們有斷開的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縫起 一大圈之後 再彎進去後面的最後一個針 我們可以做拋光 打磨邊緣 最後我們就可以做打辣的工作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拿出來的皮夾保養膏 然後將它全包均勻地搽勻 你這時候先不要擦它 讓它有少少半乾 你會見它會變成有少少滑色的 然後再用另一塊我們提供的杯布 打開把它拋光 把銀巴打垃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光鮮雷米 那這個銀巴就完成了